早年间,乐平县城外叫家庄 有个名叫焦大虎的年轻人 他今年二十出头 心地善良,勤劳能干 套着打柴与母亲艰难度日 听村子里的人说 焦大虎是母亲刘氏从乱坟岗里捡回来的 小时候,焦大虎也曾不止一次问过母亲刘氏 但刘氏总是一笑了之 既没有给他肯定的回答 也没有识口否认 年长一些以后 见母亲没日没夜寒心如苦 焦大虎也就没有再过多地追问母亲自己的身世 他怕自己的无心之语伤了母亲的心 在母亲的呵护下 焦大虎渐渐地长大了 受母亲的影响 焦大虎从很小的时候 就帮着母亲分担起了家务 他不仅勤劳能干 而且聪明懂事 孝敬长辈 深得乡亲们的喜爱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这一年 焦大虎已经二十出头了 眼看村子里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子 一个个都娶亲生子 焦大虎却依旧是孤身一人 刘氏不由的有些着急了 拖了好多媒人 但都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给出的原因也都大同小异 小伙子人不错 但就是家里太穷了 或许是年轻时候 受了太多的苦 再加上整日里为儿子的婚事着急 这一年秋天 刘氏又病倒了 为了给母亲看病 焦大虎已经欠了不少外债 眼看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 无奈之下 焦大虎只好瞒着母亲 把一个原本将来准备留给儿媳妇的手镯 偷偷地荡了 为了能多荡些钱 在荡库里 焦大虎软磨硬泡了好长时间 但他并没有如愿 怀着失望的心情 焦大虎走出了荡库 城外十里的地方有个郎中 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要嫁也不高 焦大虎便朝着郎中家里走去了 就在离郎中家 不到三里远的一个地方 焦大虎无意中救下了一个老头 正是因为这件事 焦大虎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一个大转折 因为记挂着母亲的病情 焦大虎脚下的步伐 不绝间快了许多 就在他急匆匆赶路的时候 路旁的草丛里 突然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呻吟声 尽管声音很低 但焦大虎还是真真切切地 听在了耳朵里 尽管母亲的病同样十分着急 但他还是停下脚步 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走了过去 走了没几步 焦大虎就看到了一个 大约六七十岁的老头 正躺在草丛里痛苦地呻吟着 焦大虎连忙快步上前问道 老人家 你这是怎么了 老头有气无力地说道 哎呦 疼死我了 我刚才走得好好的 一步留神崴了一下 就摔倒在这里了 老头一边说 一边指了指自己的右脚 顺着老头手指的方向 焦大虎看了过去 老头的右脚已经肿得很高 看上去崴得不轻 焦大虎连忙俯下身子 将老头扶了起来问道 老伯 你还能走路吗 老头痛苦地摇了摇头 看着老头痛苦万分的样子 焦大虎陷入了沉思 先把老头送回家 还是先给母亲买药 母亲平时经常教导她 说要心存善念乐于助人 焦大虎把这句话 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 反正钱已经有了 母亲的病也不在乎 这一时半点 再说了 即使母亲知道了 她也不会生气 就先把老头送回家吧 想到这里 焦大虎便对老头说道 老人家 你家在哪里 我把你送回家去吧 老头面露喜色 我姓孙 我家就在城内东大街 年轻人 真是多谢你了 我在草丛里躺了半天 路过的人也不少 但都没人停下来过来看看 还真得感谢你啊 就在焦大虎弯下腰 江村老头要背在背上的时候 意外出现了 一旁的草丛里突然乱动了起来 紧接着 一条王口粗的大蛇 从草丛里朝着两人爬了过来 转瞬间 大蛇已经爬到了 离焦大虎不到一丈远的地方 大蛇并没有攻击他们 而是高昂着头口吐红信 挡在了焦大虎的面前 对于这条大蛇 焦大虎倒是并不觉得特别害怕 但孙老头可就不一样了 他显然是被吓坏了 还没等焦大虎准备好 他就跳到了焦大虎的背上 见大蛇拦住了去路 焦大虎便顺手捡起一个石块 朝着大蛇扔了过去 大蛇把头一偏闪身躲过 奇怪的是 见到有人攻击自己 大蛇却并没有退缩半步 反而又朝着焦大虎往前爬了爬 见大蛇如此嚣张 焦大虎有些生气了 于是他便又捡起了一块 更大一点的石头 朝着大蛇扔了过去 这一回大蛇没有躲过 石头正好砸在了大蛇的身上 趁着大蛇闪躲的功夫 焦大虎连忙背着孙老头 往前紧蹿了几步 但焦大虎显然是低估了大蛇的耐心 尽管身子已经被石块砸破了 但大蛇依旧不肯退缩 就像是专门在堵路似的 焦大虎彻底被大蛇激怒了 他连忙将孙老头暂时放在一旁 随后又捡了个木棍 朝着大蛇猛抽了过去 大蛇似乎并没有要伤害焦大虎的意思 尽管身上挨了好几棍子 但大蛇却并没有开口伤人 折腾了一会之后 大蛇便溜走了 大蛇走后 焦大虎连忙将孙老头背在身上 朝着城内走去了 孙老头是个大胖子 少说也有一百五六十斤 尽管焦大虎身强力壮 但还是十分吃力 就这样走走停停 半个多时辰以后 焦大虎将孙老头送回了家 回到家时 焦大虎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因为还要去给母亲抓药 焦大虎顾不得喘口气就要离开 孙老伯 你就安心养病吧 我还有急事 就不做停留了 走 你往哪里走 孙老头阴阳怪气地说道 再看去 他的脸上早已经没有了那种 求人帮忙时低三下四的表情 看上去非常生气 孙老头的态度把焦大虎弄懵了 孙老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孙老头冷笑一声 哼 年轻人 哪有把人撞了置之不理的事情 听孙老头这样说 焦大虎不由得有些急了 孙老伯 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 明明是你自己崴了脚 我见你不能走了 好心把你送回家来 怎么到现在成了我把你撞倒了 孙老头说道 要不是你撞我的话我能崴了脚吗 焦大虎正要分辨 这时 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冲着孙老头问道 爹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孙老头连忙说道 儿啊 你来得正好 就是这个人把我撞了 害得我瓦了脚 到现在他却不承认了 听老头这样说 焦大虎连忙冲着中年男子解释道 大哥 不是这样的 中年男子冲着焦大虎冷笑着说道 你这样说的意思就是我爹他在胡说了 男子和大丈夫要敢作敢为 本来也没多大个事 可你这样抵赖这是咱们可就没完了 来吧 拿钱 任凭焦大虎如何解释 中年男子就是不肯相信他的话 无奈之下 焦大虎只好将计划给母亲买药的钱拿了出来 大哥 这是我要给母亲卖药的钱 还请你发发善心 给我留下一点吧 男子一把抢过焦大虎的钱说道 你母亲的病是病 我爹的病难道就是不是病了吗 赶紧走 不然的话 我可就叫人了 眼见给母亲看病的钱 全部被男子抢了过去 焦大虎顿时急了 上前就和男子扭打在一起 就在这时 四五个男子冲了进来 焦大虎双拳男敌四手 很快就被打了个鼻青脸肿 随后又被扔在了大街上 这都叫什么事呀 我自己好心救人却被人讹诈 这好人还能当吗 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去救他了 身上没钱了 郎中那里自然是去不成了 焦大虎只好回到了家里 因为怕母亲生气 焦大虎并没有把路上发生的事情 告诉母亲 出于对母亲的愧疚 这天夜里 焦大虎就一直守在母亲的床前 事情就是这样凑巧 当夜 刘氏的病情突然加重 见母亲危在旦夕 焦大虎连忙起身 就要摸黑去请郎中 就在这时 刘氏叫住了他 虎儿 这黑天半夜的路不好走 你还是不要去了 焦大虎连忙说道 娘 没事 你再忍耐一会 等郎中来了 你就好受些了 刘氏苦笑着说道 傻孩子 娘的病我自己心中有数 你就不用白忙活了 你过来 趁着我还有口力气 我有话要和你说 焦大虎连忙跪在床前 只听刘氏说道 孩子 你不是想知道你的身世吗 娘今天就告诉你 他们说的没错 你就是娘从乱坟岗里捡回来的 尽管心里或多或少 已经相信了这种说法 但焦大虎还是不愿相信 但此时此刻从母亲嘴里说出来 焦大虎不由得不信了 只听刘氏继续说道 孩子 去把箱子里的那个小木盒拿出来 娘有东西交给你 片刻之后 焦大虎便从破旧的箱子里 找出了一个小木盒交给了母亲 刘氏打开木盒 从木盒里面拿出了一个玉佩 孩子 这个东西就是当年在你身上带着的 可能这是你的爹娘留给你的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在世上 拿上这个东西找他们去吧 焦大虎哭着说道 娘 我哪里也不去 我要守在你身边 刘氏叹了口气说道 孩子 不管你将来有没有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也不管你将来是穷还是富 记住 人家这一辈子都得心存善念 只要你心里有了善念 福报自然会来 听母亲这样说 焦大虎不由地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事情 娘 你说这事上真的善有善报吗 刘氏笑着说道 怎么没有 我没告诉过你 娘年轻时也曾嫁过人 但就是因为我救了一个人 我那口子就对我起了疑心 后来便把我休了 此后 我也就没再嫁过人 焦大虎问道 娘 那你后悔吗 刘氏说道 不后悔 要不是那样的话 我能在乱坟岗遇到你吗 你我虽说不是亲生但胜死亲生 有你这个儿子呀 为娘已经很知足了 焦大虎还等着母亲继续往下说 但刘氏却忽然不再说话了 焦大虎连忙看去 母亲的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只不过 这笑容有些僵硬 娘 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响了起来 抱着母亲冰冷的尸体 焦大虎整整地哭了一个晚上 因为给母亲看病 家里已经变得家徒四壁了 第二天早上 埋不起棺材的焦大虎 只好用一卷破席子 将母亲的尸体卷了起来 随后便往身上一杯朝着后山走去了 来到后山 焦大虎挖了一个土坑 再将母亲的尸体放到土坑里前 焦大虎再次对着母亲的尸体跪了下来 娘 孩儿不孝 没能给你预备一口棺材 你就暂时先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等日后 我一定将你厚葬 哭泣了一番之后 焦大虎便要将母亲的尸体 往土坑里放去 就在这时 一阵呼救声从不远处的山林里传了出来 救命呀 快来人呀 听到呼救声 焦大虎不由地朝着山林里看了过去 可转念又一想 昨天才因为救人 把给母亲看病的钱被人讹诈去了 害得母亲因为没钱看病而命丧黄泉 今天还能做好事吗 想到这里 焦大虎便没再理会那呼救声 说来也怪 就在焦大虎 要将母亲的尸体往土坑里放的时候 尸体却像是 定在了地上一般闻死不动 任凭它使多大的劲 尸体就是一动不动 焦大虎很是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母亲事先让我救人去吗 想到这里 焦大虎便对着母亲的尸体说道 娘 你先在这里躺一会儿 我过去看看 说完 焦大虎便起身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 走了过去 尚未走到跟前 一个女子的哭喊声就传了过来 焦大虎跑到跟前一看 只见三个男子 正将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 围在中间动手动脚 焦大虎连忙大喝一声 助手 话音刚落 他便上前一步将女子拦在了身后 三个男子被突然出现的焦大虎吓了一跳 等他们看清楚焦大虎时 一个男子冲着他冷笑一声 哟 这不是昨天撞了我爹的那个人吗 小子 怎么了 今天还想多管闲事吗 焦大虎这回看清楚了 说话的男子正是孙老头的儿子 见到此人 焦大虎说不出来的愤怒 你这个安疆仇报的东西 昨天的账我还没和你算呢 今天你又在这里胡作非为 还有没有王法了 男子冷笑一声 穷小子 给我滚得圆圆滚得圆圆的 不然的话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因为心里还记挂着母亲的尸体 焦大虎不想和男子过多纠缠 再加上因为昨天的事情 他的怒火还没有消散 见男子的那副嘴脸 焦大虎顿时怒不可遏 两手就摔了男子一个嘴巴 只听啪的一声 男子的嘴角瞬间就流出了鲜血 男子顿时大怒 随即纠结手下和焦大虎撕打在一起 昨天是焦大虎不愿多事 所以也就没下狠手 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没几下 那几人就被他打倒在地 然而 就在他将男子摁倒在地的时候 男子悄悄地拿出了一把刀子 朝着焦大虎捅了过去 焦大虎一看 连忙将男子的手牢牢压住 随即将刀子从男子的手中抢了过来 男子还要反抗 焦大虎一时杀得兴起 拿起刀子就朝着男子的腿上刺了进去 只听哀腰一声 男子捂着大腿叫唤了起来 见男子受伤了 和他同行的那两人一看不妙 顿时四散逃窜了 焦大虎一看 顿时也吓坏了 连忙扔下刀子拽起那女子就跑 即使是逃也得把母亲牵安葬了呀 就在焦大虎跑回母亲尸体停放的地方时 意外再次出现了 只见一条大蛇正跪在母亲的尸体前面 大蛇的头朝着尸体点了三下 就像是人在磕头似的 就在焦大虎目瞪口呆的时候 大蛇忽然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母亲的尸体咬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焦大虎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等他反应过来时 母亲的尸体已经被大蛇咬进去了大半 焦大虎连忙冲着大蛇就跑了过去 可尚未跑到跟前 大蛇的尾巴却朝着他狠狠地甩了过来 猝不及防之下 焦大虎被甩在了一边 再看去 尸体已经被大蛇吃进了肚子中 看到这儿 焦大虎顿时怒火终生 拔腿就朝着大蛇追了过去 见焦大虎追来 大蛇随即窜进了深山中 消失不见了 看着大蛇渐渐远去 不知所措的焦大虎双目含泪 尸身痛哭了起来 哭了一会之后 为了怕那男子追过来 焦大虎便带着女子 赶紧先离开了这个地方 走了大约一个多时辰以后 两人停了下来 从女子口中得知 女子姓王名叫瓦儿 因为婚姻问题 与家人们闹了矛盾 便从家里孤身一人跑了出来 出来后 王瓦儿便后悔了 想要弯回家去 却因为迷路未能成形 只好一个人在外面流浪起来 谁知走到这里时 却遇到了那几个男子 那些人见他孤身一人 便起了歹意想要非礼于他 亏得焦大虎及时出现 不然的话瓦儿可就有危险了 得知焦大虎为了救自己 母亲的尸身却让大蛇吞掉了 瓦儿很是难过 大蛇已经消失不见了 也无从下手去找 焦大虎便决定先把女子送回家 然后再去寻找母亲的下落 三天后 焦大虎带着瓦儿来到了他家 见多日没有下落的女儿忽然回来了 王瓦儿的父亲王源外很是高兴 连忙将焦大虎请进了家中 要重重感谢一番 因为有了上次孙老头的事情 焦大虎的心里便对王源外有了几分戒心 但见王源外一副真心实意的样子 焦大虎的心便不由地放松了下来 这天夜里 王源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几杯酒下渡后 焦大虎便有些醉意了 王源外便叫人扶着焦大虎回到房间休息 躺在床上 焦大虎满眼都是母亲的影子 想到自己虽说不是母亲亲生 但母亲却把全部给了自己 却因为自己没能给母亲看病医治 才导致他撒手人寰 最后还落入蛇口 想到这里 焦大虎就后悔难当 不知不觉间他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 焦大虎猛地坐了起来 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怎么睡着了 母亲还等着我给他送药去呢 想到这里 焦大虎便起身 将房间桌子上的一碗水端了起来 走出了房间 走了没几步后 前面的一间房间里亮起了灯 里面传来了一阵女人的咳嗽声 焦大虎便朝着房间走了进去 房间的门并没有关 焦大虎轻轻一推便推开了 屋子里 一个女人正躺在床上咳嗽着 焦大虎连忙说道 娘 我给你送药来了 把药喝下去你的病就好了 说完 焦大虎便走到床前 将要给床上的女人送到了嘴边 女人大概也是口渴了 端起碗就将水喝了个一干二净 喝完水后 女子又昏昏沉沉地睡下了 而焦大虎也跪在床前发出了憨声 也不知过了多久 门突然开了 王源外走了进来 看到妻子张氏的床前 躺着一个男子 王源外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大声说道 谁在屋里 走到跟前一看 男子竟然是焦大虎 就在这时 躺在床上的张氏醒了过来 当家的 怎么了 王源外指了指焦大虎 对着刘氏说道 这个男子怎么在你的房间里 张氏这才看清楚了 原来在自己的床前 竟然真的有一个年轻男子 看到这儿 张氏顿时也吓得大惊失色 这 这是谁 王源外连忙说道 这年轻人名叫焦大虎 就是他把瓦儿送回来的 就在此时 张氏突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了 就在不久前 我听见有人喊了我一声娘 还让我把药喝下去 只不过我当时正迷糊着呢 也没多问就把药喝了 会不会就是他 半夜三更跑到屋子里送药 这小伙子究竟要干什么 就在这时 正在酣睡的焦大虎 忽然说起了梦话 娘 你的要喝完了吗 身上好些了吗 我再给你端水去 说完焦大虎便起身走出了屋子 听到这儿 王源外两口子 这才有点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小伙子 是错把王氏 当成自己的母亲了 原来 下午时分 王源外已经从焦大虎口中 得知了他的经历 得知了他的事情后 王源外也很是惋惜 张氏自从女儿走后便一病不起 王源外把女儿被人救回来的事情 告诉他后 张氏的病情变好了大半 只是因为病体伤未痊愈 才未能亲自感谢焦大虎 给母亲端要送水 已经成了焦大虎 每天夜里必做的事情 尽管醉酒了 但这个举动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 于是乎 醉酒之后的他 便做出了上面 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 念于焦大虎的这份孝心 王源外两口子 并没有挑明这件事情 见焦大虎无路可去 王源外便将他收留了下来 每天夜里 焦大虎都会给张氏端茶送水 而王源外两口子 也就暗暗地成全了他的这份孝心 转眼间 焦大虎已经在王家待了有一年多了 这一年里 焦大虎也曾经多次外出寻找大蛇 但不要说一条蛇了 就是一个人也不是那样 轻易就能找到的 焦大虎的心里越发愧疚了起来 在王源外家的这段时间 王源外见他善良本分勤劳能干 便将婉儿许配给了他 起初 焦大虎因为母亲的事情不肯成婚 但在王源外等人的劝说下 焦大虎这才硬撑了下来 新婚当天热闹一场 就在焦大虎两口子准备拜堂成亲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婚礼很快就入了拜堂环节 一拜高堂过后 紧接着就是拜父母了 看着空荡荡的座椅 焦大虎的心情难过极了 要是自己的母亲没有死 此刻 他就应该坐在椅子上 等着接受儿子儿媳的跪拜 但就在这时 人群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大叫 不好了 门口突然来了一条大蛇 快出去看看吧 话音未落 人群又是一阵骚乱 紧接着 一条往口粗的大蛇 已经爬进了院子 令众人奇怪的是 大蛇的身上 竟然骑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 就在众人都被吓坏了的时候 焦大虎猛地起身 就朝着那老婆婆跑了过去 娘 是你吗 焦大虎的母亲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错 老婆婆正是焦大虎的母亲刘氏 她能死而复生 还真是因为多年间的一个善举 刘氏被丈夫修走之后 她便一个人过了起来 在一次进山剪柴途中 刘氏救下了一条小蛇 多年后 这条小蛇便想着报案来了 那天 祖兰骄大虎前去救孙老头的 正是这条蛇 大蛇极有灵性 他知道孙老头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于是便想着江骄大虎拦下 但骄大虎救人心切 根本体会不到大蛇的一番苦心 这才被孙老头讹炸上了 刘氏死后 大蛇又把他吞进了肚子里 其实 他并没有把刘氏吃掉 而是用自己的身体 将刘氏的尸身保护了下来 回到山林后 大蛇便将刘氏吐了出来 随后又用自己身体内的毒素 将刘氏体内的毒素逼了出来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 刘氏活了过来 得知这一切都是大蛇的功劳后 焦大虎重重地朝着大蛇磕了几个头 就在他磕完头后 大蛇随即化作一阵青烟 消失不见了 母子重逢后 一家子便在王源外家里 安安稳稳地生活了下来 后来 王源外便带着焦大虎做起了生意 很快 焦大虎就兴出于兰胜于兰 成了当地的首富 富裕之后 焦大虎并没有忘记做人的根本 他乐善好石修桥补入 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善人 至于孙老头一家 那天被焦大虎刺伤之后 孙老头的儿子就因为失血过多 没人就是死在了外面 而孙老头丧子之后 便变本加厉起来 他还把讹人钱财当做了自己的职业 谁料 第一天出去就遇到了一个硬查 那人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 孙老头不仅没有讹诈来钱财 而且还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顿 这老头还不死心 终于有一天 他歪脚之后再也没有人来就塌了 冰天雪地 孙老头被活活地冻死在了野外 也算是他最有应得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